我上一堂課也有跟你們講喔,就是這堂課我們要學的部分是 用擔子,我們學過的擔子來做文章,那第一個文章就是 請借我一支拉筆,請借我一支拉筆 那韓文是 크레파스學過的 크레파스 하나 하나 좀 빌려 빌려 주세요 빌려 주세요 빌려 주세요 這邊寫好了 一支 這邊是一支 一支 빌려 주세요是請借的意思 請借 請借 빌려 주세요 所以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也是要記得 下一次你們要跟人家借東西的時候 什麼什麼 빌려 주세요 빌려 주세요 直接請借了 那下一次就是用到 比較容易 빌려 주세요 發音就是 빌 빌려 주세요 빌려 주세요 빌려 주세요 所以 크레파스 하나 좀 빌려 주세요 前面是可以變 前面是可以變 這個不會變 빌려 주세요 所以要記起來 那我們 下一個文章就是 哪裡可以坐計程車 哪裡可以坐計程車 한국語字 어디에서 어디에서 택시를 탈 수 탈 수 탈 수 있어요 好,在韓国你们想要坐自乘车跟人家问的时候 어디에서 택시를 탈 수 있어요? 택시,上一趟公文学的单子哦 택시就是自乘车的意思 어디에서, 어디에서就是 난리 난리 더 있어 어디에서, 어디에서 자,一つ 어디에서 택시를 탈 수 있어요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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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也是跟 빌려주세요 一樣,要记得 탈 수 있어요? 就是可以坐 可以坐 好,那我们学过的另外一个单子就是 버스 这个 버스的单子也是学过的哦 那 어디에서 버스를 탈 수 있어요? 있어요? 就是在哪里 中国的单子哦 爷爷就是 할아버지 세요 因为就是长辈人,就是爷爷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讲中间的话 所以我们要讲中间的话 中间的话就是세요 所以我们要讲中间的话,中间的话就是세요 这是市的意思 这是市的意思 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是我的爷爷的意思吗? 저분은 제 할아버지세요 저분은 제 할아버지세요 好,那我们今天学了就是三个 원장哦 那有些句型就是要记起来 好,那谢谢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哦 下次再见哦 拜拜